就下午3點15分 有一個應該是我覺得這個網友的態度 我基本上是認同的 就是說他說想知道以下的新聞是否屬實 然後蔡英文反國黃國昌爆料 國安局借機走私煙評謀利 那我覺得他就可能去官務署上面問 我覺得他問主管機關 就遇到一個問題 當然他看了這個標題很震驚 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任何的國人都會很震驚 那去問主管機關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對的 但是官務署下面的回答 就讓我傻眼了說 黃國昌委員所說的並不是事實 後來有網友把這段東西丟給我 質疑我說我說的不是事實 我看了以後心臟快併發 我也想說 官務署你們在幹嘛 因為我老實說我一開始我沒有信任官務署了 所以我第一時間我根本沒跟官務署講 如果跟官務署講我還那麼累 在機場外面曬太陽 我就叫官務署的官員帶我進去就好了 那但是後來調查員有跟他們講 所以最後執行行動之前官務署是知道 你們也知道 你還說我講的是 是假新聞 我真的看到我那天 對我打擊很大的是官務署這樣發文 我想說 你們是政府機關 那你們 就是我們的政府要做假新聞 就要打擊假新聞 這個我也贊成 那但是我出來揭蔽了以後 你竟然跟人家講說我講的不是事實 那你是在罵我是騙子嗎 那官務署這樣講了以後 下面就有人留言說 黃國昌發布的是假新聞 在政府打擊假新聞的時候 貴族應該要告發我才對得起國家人民 我看了下面留言 我看了快崩潰了 就是我變成一個要被人家告發的人 要不然官務署對不起國家人民 這個東西對我傷害喔 非常非常的大 我那天真的心裡非常的難過 我想說奇怪 我當然了解啦 從行政本位的立場來講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大家都會希望有一些自我保護嘛 那能夠推卸責任的推卸責任 能夠閃躲的閃躲 這種反應當然我並不認同啦 我向來的原則就是希望說 有錯沒有關係 我們認真面對改正錯誤 那讓人民看到我們在面對危機的時候 處理危機改正錯誤的能力 這個才是一個我認為比較好的心態 應該要這樣子做 但是你閃躲 我某個程度上我也可以諒解 但是你不能夠 明明知道是怎麼樣 還說我講的是 是假新聞 這真的太可惡了 那來看第二章 那不過後來官務署 我第二天早上開記者會 因為我那天早上我其實忍住啦 我也沒有罵官務署 那天記者會就是禮拜十二十 星期二早上我開了那一場記者會 在那記者會上我沒有罵官務署 不過官務署他們 有在臉書上面有做澄清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啦 謝謝 謝謝